这样一大早又在借别人的车点火了 又点不着火了 对啊 放了半个月而已怎么就没电了呢 去买那种水吧 去买那种水吧 不是有水吗 为什么还买水呢 别人帮你弄一下 你不买那种水吗 超市是吧 可以那肯定要的肯定要的 我以为你看 我说有水干嘛还买水呢 去那去他超市买点东西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丽 我是陈阳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从哈密到罗布伯 现在是你看 是总共是440公里 导航显示要7个小时50分钟 以我们这个速度 我估计10个小时 我们预计10个小时 应该没问题 现在已经12点了 没有刚刚12点14分 主要是早上起来 忙了点事情 然后呢出发的时候 又打不着火 那个车子又打不着火 好奇怪 我们也只是停了半个月啊 怎么就打不着火了呢 去那个小卖部 小超市的那个老板 把他车开过来打了一下火 现在我们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 而且那边路况不太好 而且挺冷的听说啊 那边不冷吗 不不 叫罗布泊 不叫罗布泊 因为它是一个多音字啊 哎好没文化啊 怎么办 而且我们往前找到很冷 除了到格尔木啊 今天只能到罗布泊 然后明后天看看能不能直接插到格尔木 那边的海拔都好高啊 从格尔木到玉树 然后从玉树到317进入四川 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计划 嗯 这里的路都不好走 陈师傅这几天接下来看你表演啊 我们过了那个检查站 现在这里吃个午饭 中午做了一个香肠煲仔饭 趁煮饭的功夫 我把今天的视频上一下 看外面去 外面已经全都是戈壁摊了 我们就走了一个小时的戈壁摊了 没有想象真的恐怖啊 网上说的很恐怖啊 又没有车 又没有人路 又是铺装路面 那种就是烂路 都是博友马路啊 还没到啊 急什么 这才50公里不到 这么80公里 只在50公里去地上 是吗 我已经闻到那个腊肠的香味了 还有4分钟 焖一下就熟了 我先把视频上一下 上好 然后就可以吃饭了 你搞一个汤呗 饭已经熟了啊 来看一下 我这是有香肠土豆 还有点洋葱 知道为什么是白色吗 洋葱是白色啊 错 出锅的时候加点酱油 就有颜色了对不对 新姜 外面都是戈壁摊了 成品就是这样子的 颜色还可以对不对 嗯 是香肠 四川的香肠 是我们在北屯买的土豆 然后放了一点洋葱 麻辣香肠 麻辣味道 挺好吃的 很方便啊 主要是我们赶路的时候 这样又冷 没有两个月没煮饭了 你知道吗 嗯 对 从那个温泉出来 就没有再煮过饭了 寄温泉之后 第一次开锅吧 嗯 嗯 然后这是一个 紫菜虾米汤 虾米呢 虾米呢 虾米太少了吧 你这个 嗯 吃好饭了 我们现在要接着出发 还有300公里了 现在已经三点半了 那不能到吧 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村庄什么的 晚上可以住车的地方 今天都不了 嗯 嗯 这开锅一百多公里 挺甜的 中午吃的好吗 中午 这种品质是可以的 是 赶路的时候只能吃点 挺好的 我这吃饭 我这吃饭 我这吃饭只解决温饱问题 我觉得没有说 我可能我太停了 就这个 不行 又开始了哈 热啊 收脚是吧 怎么这么热 没关系 你过两年就冷了 过两年我们都跑到四千米 海拔一三万千米 你发现 好了 糊了 糊了 哈密这天气真不错 这冬天待着挺好 夏天应该很热 听说到十一分左右 就开始了 那冷得也挺晚的 那我们在喀拉斯 那段时间都冻得睡不了 我喀拉斯真冷 我觉得到四千米海拔 你看到四千米海拔 差不多 一星期九百年 嗯 又打太暖了 可以开 回去上 太阳高到那个位置了 现在已经六点半了 太阳都快下山了 这一路一点都没有看到 有哪里可以停车的样子 要是没有地方停车 那不就完蛋了吗 我们现在就是借着往前开 因为现在天快黑了 太阳一下下马上天就黑了 一直都没有看到有地方 就是说有停车的地方 就好害怕到天黑之前 都没有住车的地方该打枕了 是随便找个地方停一下 还是借着往前走呢 小鸡往前走 怎么合适的地方再停车 就它这没有那种就是叫什么来着 稍微有个停车区 稍微宽一点点停车区都没有 只有一条路 稍微有点冷 而且这条路是很直的 一直走 路不是特别好 开不太快 基本上它在五六十这样开 补丁路全都是补丁路 而且有时候还是波浪路 只能开的很慢的 你看今天一天才开了 才开了200公里 没有200公里 没有200公里 还有192公里 不到200公里 不到200公里 还一天啊 对一整天 一直往前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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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一直往前走啊 小鸣 我这边可以吗 这也全不招送一部招电子 那边有一排那个叫工程房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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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不着你了 好 刚刚问了他们那几个大哥们 他们在那个搅拌站工作的 所以我们100多公里 肯定是走不到了 刚刚那边有人嘛 晚上就把车租在这里了 但是这应该是第一次 正人八经在无人区住车啊 晚上不会有狼吧 下去看一下 下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带大家去溜一溜 有点冷 这样下去吗 我们是第一次正人八经的 在这种无人区住车吧 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过 还蛮 心里还蛮有压力的 说实话 不会有狼吧晚上 还好那边有个搅拌站 如果那里没有搅拌站 我想我们一定 不敢把车停在这里的 太吓人了 你看那边就我们一辆车 而且这你看这 都严谨地哦 那我们先去 我们先到这附近去转一转 那个搅拌站那边去溜一圈 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好 拜拜 下期见